10秒鐘後即將登入地球快拿起手機下載全新飛碟APP接收地球大小事 這條的 這條的這條的新聞 我覺得應該要應該要談一下 今天在在中國中國時報上面當不只中國時報啊我昨天我昨天在那但那台灣的媒體大概都 引用了美國的一些的媒體包括美日郵報啦包括了包括了這個像是Fox News啦 還有這個LM American啊這這些的新聞網站 大概都 都報導了這條的消息就是Nancy Pelosi Nancy Pelosi呢回到美國了之後呢他在美國 回到美國之後他大概會會覺得美國呢突然間 變冷了 政治空氣變冷了就就是 就是周圍呢好像尤其媒體 會去 會去蹭他 會去正面報導他 會去讚美他會就捧他的那種的聲音好像都不見了 相反的是一波又一波而且呢這不分左右 呃即使是民主黨的媒體呢對對他呢也基本上面 沒有戰爭 但是保守黨的媒體共和黨的媒體親共和黨媒體那就更不要講哈 就是不斷的呢是 踏法 挖藏吧 好 那 主要兩部分啦 一個呢一個還是在針對呢 裴洛西呢他老公的這些炒股 還有呢 今年五月的酒駕 呃因為叫官官司還在還在還在走啊 那他老公又不認罪啊 那在加加州呢因為不認罪 那所以呢這官官司呢一直都有點新聞性 但是他最關注的是炒股 就是大家反正給他取 取綽號啊 就是也在盤盤算 這個 Nancy Pelosi啊 這個 他的 他的這個身家的這個就說的 身身價 那因為他他在他在美國的國會上 Captal Hill的這 呃總共呢 總共535位的參眾議員裡面 他他的他的財力啊 他的財力大概排得上 排得上前前幾名大概都在都在前十名 當這前前十名是不是就充分的反應他們家的資產可能還未必 但是 呃 你看到比較多的呢都是他們家的炒股 尤其呢前一波每每次呢 那當國會要通過什麼法案的時候 春江水暖 裴洛西先知 鴨子不一定先知道啊但是春江水暖裴洛西先知 國會利多裴洛西先知裴洛西先知之後呢就通報他老公知他老公就會買 那這個呢在過去呢當裴洛西不是在新聞的熱點上面的時候呢 大家談一談就算了就是 你知道你你在不在新聞熱點熱點上面啊的那個差別是很大的 你不在新聞熱點上面即使是一件事但是沒有時間談因為我說了版面跟 跟時段的都是很貴都很有限的 那 談到這個就談不了那個所以 新聞或者說呢每個每個事件 他是在同一個時間他的輕重緩急有排序的 在那個時間點上面你不重要就不重要 但是換一個時間點同一件事情哎你的排排序靠前來就變重要了 裴洛西回家了之後呢 呃他們家的事呢都在 在美國的新聞的當中來講突然間變熱了 而且現在又有新事態的發展就就是 裴洛西來台灣不只來台灣了 而是 當他的當他的專機 這趟亞洲型的專機從美國起飛之後 飛機上面呢有一個 相對年輕的年輕人 少年郎少年給 大家不認識 有很多時候戴口罩 連跟的蔡英文在碰手肘的時候呢 都戴戴著口罩 這個人是誰呀 國會議員沒有這麼年輕的呀 好但是呢後來後來知道 看名單上面 也沒有這一咖 但是 眼睛的稍微呢稍微比較亮的人 回到美國之後呢 大家能慢慢的比對照片做 那個是他兒子裴洛西的兒子 好了裴洛西呢帶著他的兒子訪台這是今天的中國時報了裴洛西的希子訪台 美國媒體的質疑呢談生意 如果談生意的話呢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臺灣喔 那昨天呢我看到的這個 Fox News 我把它印出來呀 看一下 呃這個要 要 有所本來講的會比較精精采一點 好 那 這個呃 美國的美國的 Fox News 對 對不起我沒印到 反正大家呢 可以可以自己自己的找一下 好那這個Fox News呢 他最最早的時候呢 就就披露的這件事情 就披露的呢 裴洛西呢 呃帶著兒子 那上上飛機 呃 當然在 你說 上飛機那飛機上不不是有有很多的有很多的媒體記者嗎 那他裴洛西呢這趟的行程到新加坡到馬來西亞 然後有有尤其到臺灣全球關注臺灣落地了之後的每一天從早到晚 我們不是都看著新聞嗎 那怎麼可能還有什麼漏網之餘呢 我們就沒有注意到嘛 有一些的新聞的照片 比如說他的兒子 其實是出現在 出現在跟蔡英文 還有呢裴洛西呢 拍照跟那議員拍照在總統府拍照的那個全家福的照片里面 一個角落 他兒子在那裏 只是我們不認識 以為那是保鏢 那他這個兒子呢 叫保羅他他可是裴洛西唯一的兒 兒子哈 那又裴洛西帶著這兒子大家就很好奇啦 呃你出訪的時候通常帶帶配偶帶老公啊帶太太啊是會的帶兒子幹嘛呢 裴洛西說啊他這趟呢因為我我年紀大了他當我的看護 你你你你如果真的真的帶個看護的當第1個他會說裴洛西需要看護嗎看起來上上下樓梯 真流量 哎呀 就是 還 還很 很 就是很利落了 那 你看裴洛西呢平常的這個穿穿著打扮各方不用人家照照顧啊所以但是因此裴洛西說他他是誰誰行照顧我的 那當然美美國媒體就更更酸的說那平常怎麼都沒有看到他在照顧你啊為什麼這次你到亞洲行的時候他在飛機上面而且大家都 都沒有注意到都沒有知道而且的出行的名單上面也沒有登記 這叫夾夾黃魚要帶黃魚就是偷偷的呢帶帶帶著的黃魚乾的就就出境了就闖關了 那 因為裴洛西平常不需要人照顧平常也沒有看到他兒子在在照顧但是這個叫做保羅的這兒子 呃就會讓人家讓人家想想到 想到這 Hunter Biden 就讓人家想到說哎那這這根這根呢Joe Biden的那個兒子的Hunter Biden那不是如出一側嗎就是我當總統 很多很多很多事情不方便但是站在我旁邊的這個這個年年輕人哎你們認識一下啊這我兒子 那政治人物啊 到了某個某個階段幾乎 很難自外語就是真的乾淨的非常非常少像馬英九那種少之又又少裴洛西可能也一樣進廣告回頭了 來我們在在在在繼續看了這個裴洛西裴洛西的裴洛西帶兒子他兒子叫保羅 那我說因為 很多的很多的政治人物啊 就像 你看到川普上台了之後呢川普上台的時候呢他身邊跟他最靠近的是誰 旁邊這個很很漂亮的妞 叫Ivanka Ivanka旁邊的這個帥帥帥的我告訴你這是呢我我女婿 Kushner 那他說那這什麼東西啊他們又不是又又不是很又不是政府的官員 那OK認識一下就算了就第一家庭的大合照嘛 但是你你知道 不管是Ivanka也好尤其是那個Kushner 那個其實呢在在特朗普那四年的時間裡面的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對內對外呢都非常的重要 那 就拜登呢 拜登 從他還沒有當總統以前 有關這個 兒子Hunter 不管是在烏克蘭的生意 大家呢就已經 就已經呢 沸沸揚揚的就說 包括了特朗普在攻擊的拜登的時候呢 都都是針對Hunter在下手 最後 選舉到了最後的時候呢 打得非常非常髒非常非常醜 很大一部分的都在Hunter身上 那台的筆電 裡面的 這這些的 這些的性愛的影片 那等等的如何 都是Hunter Hunter Hunter 拜登 暗暗示他啦 那又 又有一些的 不正常的關係啦 毒品啦 尤尤尤其呢 當他爸爸的白手套啦 金錢交易啦 明明呢 就 就 就是一個 一個混世魔魔王但是呢人五人六的好像呢也撈了非常多多的錢 那個呢成為刻板印象所以呢這個Paul出現的時候呢 哎那 你知道 你知道這個 Fox News啊 很賤啊 Fox News看到那張照片說哎那條領帶 那個年輕人的那條領帶我我認得就是他 那那條那條領帶是什麼那條領帶呢是 搞了半天之後大家才才說哦原來呢Nancy Pelosi呢之前呢去 烏克蘭的時候 旁邊呢 少部分曝光的照片的時候呢旁邊呢也站著一個年年輕人那個年輕人呢就是Paul 那領帶是同一條他說我的我認得 Fox News的這個這個 呃平民樂園說就是就是他同一條領帶 來台灣的也是同一條 那搭檔就進一步的去去討論說 那你你去烏克蘭幹嘛 我們知道Hunter Biden呢在烏克蘭呢 撈很大 那有有有重大的利益 那 你去烏克蘭幹嘛 你跟著你媽到亞洲幹嘛 那如果你真的是照顧那照顧就在形影不離的跟在旁邊但是又沒有那你有沒有其他的行程 好那大家進一步的去挖 那後來呢就說他兒子他兒子大概是兩家兩兩家公司呢其中的是一家的經理另外一家的這個董事會的成員 而這兩家呢 都都都是做一些呢 做一些呢 呃很少數的重要的重要的這些呢原原物料的原物料的開採 跟生產的 第一的兒子那整理的很清楚說 跟他有關的有關的公司啦跟他的合夥人啊現在呢最少有武裝 那跟商業有關的 那跟商業有關的這些呢訴訟官司醜聞 雖然呢 Paul本人呢還沒有呢被起訴被捲在裡面可是跟他的公司是有關的 那講到了這個鋰電池的時候大家就說OK他在新加坡他他的他的公司呢在在新加坡呢也也是呢有投資的有重大投 那因為現在全世界的鋰電池 這些的新能源產業 因為孤呢跟半導體有有關那里呢當然就就是那新新能源有關 那這兩個都都是非常夯的領域啊而且呢重點的都在亞洲 所以他會會會覺得說難怪的這次的Nancy Pelosi呢這這次 到台灣 趕快的把半導體產業呢找來好像的是在關西台積電真的嗎 那到了韓韓國呢趕快要把這神聖啊這些呢找來是關心的半導體嗎真的嗎 到日本好那既然又見了一些的企業界的人士據說呢就跟能源能源產業有關了 好所以呢現在呢美國的媒體啊今天在很熱情的呢就在呢就在呢追蹤這件事 事情說你你到底帶兒子去幹嘛呢 這兒子跟在旁邊 你知道政治人物只要帶兒女出門 旁邊的人都看得懂的 尤其在台灣的這種的環境裡面 今天Nancy Pelosi在很多的重要的場合當當中跟大家介紹 旁邊這位帥哥是誰啊跟你介紹一下 這個呢 他叫Paul Who is Paul He is my only son 你想你想跟你做同一桌的人 管你是搞政治的做什麼生意的 趕快的Google Google一下Google一下 這Paul 啊ok懂了 那當然了 那時候要要回饋的時候呢當然就知道說 你說你說難道難道包紅包給Pelosi嗎不會你看到台灣的台灣的官官方當媒體在跟了台灣的官方的在在查證的時候呢 我們的我們的官方的反應啊你也你也不要把他當一回事 那標準他他說 他說啊有關於呢裴洛西訪問團的名單呢 是AIT呢 AIT呢 呃就是美國在台協協會 那安排的 通報的這個名單的形成的都是AIT安排通通報的 外交部呢僅僅是做行政協助 你憑誰啊你鬼的沒關係 雖然呢雖然我沒有辦法呢叫叫叫你把那些的外交啊外交的這些的機密預算的 攤攤攤攤開 但是 如果有哪個立法委員的稍微認真一點的時候呢把這些資料的調出來看一下因為只有立法委員可以看得到這些東東西 去看一看 這些錢的是怎麼花的 我覺得下一次呢 在野黨雖然人人數的不多可在野黨的要禁止啊在野黨的應該把 藉著這個機會呢把有關於裴洛西所引發的把台灣搞得非常慘的這個風暴 背後的外交部的操作的脈絡應該呢 好好的查一查整理給大家聽 甚至應該開聽證會 雖然民進黨會全力的杯葛 可是呢這些呢 應該在裴洛西走了之後 現在軒然大波兩岸兵兵占圍的時候 應該讓大家知道 好那我那我那我說了這是一個政治文化的問題啊你在你 如果 你是小有頭臉的人物 你到了某個階段的時候你都可能會遇到就就是 在某些場合當中的出現了一些你不認識的不訴之客這這個人的是你的是你是你的非常非常需要的招呼 那非常需要拉攏的對象他旁邊有個人怪怪的我不認識他讓我講話都不太方便 但這個時候呢他跟他講自己人啊 這根好西呢 我兒子 那你就你就會豁然開朗就就曉得他順便的他如果跟他那你當然就進一步哦那那那那請問呢那貴公子 呃在哪高幹啊他在平常的在忙些什麼 這種哈拉一定會嘛 他是 他他現在在很多新能源產產業 他的半導體產業裡面 那他他的他的這個手手上的公司呢有幾家幾家那現在的可能孤啊里啊這這方面呢 這他們的主要的業務 那有機會的時候他可能帶有有機會呢多關照 話講到這樣子就夠了 剩下的 那就就是撵花微笑啊 就就就是呢 懂懂懂就懂不懂的算了 在官場上面如果說如果如果都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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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到講到白 我那講透氣 目色就不會不理 就是話不要講到透 你大概就會懂 所以裴洛西呢這這次呢帶帶兒兒子 訪台我認為只是一部分了 因為台灣台灣的重重點因為 因為都在兩岸的問題上面 我認為裴洛西落地了之後 除了在台北賓館的那那個飯局 那三個三個商人包括了張張中美被找來的作陪之外 其他的他不多但是這個兒子在台灣有沒有私人行程 不知道 現在大家在查的就是說當裴洛西在在官司行程露出的時候這兒子在這幹嘛 這兒子 有沒有呢 各個地方 比如說到了台台灣 台灣台灣有沒有有沒有什麼經濟部啦企業界啦外外交部的這些的人員 幫他安排 做非常精彩的參訪 跟人脈的建構 那 他兒子公司在新加坡有投資 我們看到裴洛西第一站到新加坡的時候 我也覺得OK你來你來新加坡幹嘛呢你明明知道你到到到新加坡李顯龍呢一定不會給你好臉色看 李顯龍 李顯龍一定因為勸你說你可不可以不要去台灣了 我說我我如果是裴洛西啊我如果呢 吃了襯頭鐵了心我一定要去蹭台灣那我就不會去新加坡 因為我到到新加坡第一個 跟李顯龍見面啊等等 也也不會有什麼好好臉色看 所以我我其實一開始我最懷疑就你到新加坡幹嘛呢 你到你到新加坡明明知道李顯龍會講些什麼 你去幹嘛呢 你看你到馬來西亞才才待了四五個小時就是走換你對馬來西亞沒沒興趣 那你對新加坡也有興趣嗎不合理啊 所以 到新加坡的行程 你看到他兒子現在的相關的訊息曝光你就覺得這兒子是順便考考他換到到新加坡呢可能主要的不是裴洛西呢要要要去聽 聽了聽李李顯龍的去 去撈了撈刀兩句 我覺得最重要的可能是我兒子在這地方有業務 呃我們我們陪他來考考察業務一下 考察業務就哈你囉說完了走走了走了 然後呢到到馬來西亞他喜歡馬來西亞嗎 馬來西亞才待了四五個小時 馬來西亞比新加坡大大的多啊 到馬來西亞四五個小時幹嘛呢 也也沒也沒幹嘛 連連蹭都談不上 然後呢就到台台灣的精精彩了 那之後呢到日韓 到韓國即使影席月不給你好臉色看 但是你還是去 這個我也不解啊 就是以裴洛西的那種的個性啊跟他的深深段影席月都不見你了 裴洛西遇見影席月影席月不見 最後勉強安排個視訊就是你不要給我找麻煩因為因為對我來講最重要的是我的外交部長補正 要到要到了青島的就跟王毅見面你少來給我壞事情所以我不想見你 裴洛西走了就補正的就就到了就到了青島了 那你就就看到現在的 呃王毅呢王毅跟補正之間的那個對話當然有另外的玄璇玄機啦就關乎到薩德啊等等等等 那韓韓國的媒體 一些呢一些 一些呢一些親美的媒體呢也也在也開始在炒炒作這件事情 不過呢 看看起來呢 因為影席月現在現在的民調的滿意度已經跌破三成了 剩下百分之二十八了 岸田文雄現在剩下百分之四四十幾了兩個人的現在的聲望呢都創新低影席月尤其糟上任不到三個月 民調剩下一半都不到影席都快垮了 所以影席月不敢的見裴洛西 那 當你明明知道你到韓國你你影席都不想見的時候你來幹嘛呢 表面上看起來呢好像到了三十八路線去蹭一下 去表達一下我反共的決心 可是 當他兒子的消息曝光了之後呢美國的媒體就懷疑了就說 你到韓韓國去兜兜生意的吧 這些都是半導體 新能源日本的新新新能源韓國的半導體 哇你這趟走的走的行程你待最短的 就是在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啥都沒有你兒子沒有業務啊 只要是有業務的你其實都待滿久的而且呢 硬著頭頭皮呢也要也要去你看台灣啊 台灣即使千軍萬馬拉不住大會的裴洛西真勇敢裴洛西就是挺挺台灣裴洛西就是反共反反中的極先鋒 這個鐵娘子 可是如果你了解這些背景的之後我我把我把剛剛的裴洛西的行程從他的兒子 隨隨行但是我們不知道他到這些地方干了些什麼 你把都在一起看你你除了看到的這種的政治文化背後 可能比較陰暗比較醜醜陋的 台前是媽媽台後的是兒子的點鈔機 那這兒子到了這幾個地方 為什麼馬來馬來西亞待的最短就是很很顯然敷衍 為為什麼新加坡明明會會被念但是堅堅持要去一下 去一下也也沒怎麼樣啊 那也沒有也沒有特特別談出些什麼你最後呢所有得到的媒體的報導就 就只有李顯龍勸他 你可不可以不要去台灣了不要給我們找麻煩 那你在那邊一天多的時間幹嘛呢 新加坡很小啊 那你兒子在幹嘛呢大家很好奇了你兒子 Paul 在新加坡幹嘛 Paul 在台在台灣的時候我們看到你媽媽了你媽媽跟人人人權人士雖然那幾位的人權人士 天哪算了吧就是 你知道很多的我 在這個這個今天就不說了 就說就說呢 就是 除了見這些以外我們都看到新聞但是Paul在幹嘛 到了日本跟韓國的時候 Paul在幹嘛 這地方有有些你看起來 我如果是佩洛西我不去 沒有沒有沒有給我盛大的招待我 但是我還是去了 那起來招待的對象重點就不是我 這以後一定有發展台灣 好的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